我們今天來現場做會堪 未來在驗收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我提出一些想法跟建議 我想在完全驗收開放給你們所使用的時候 這裡不光是水對村 不光是五谷區 不光是新北市的市民可以來享用 就我所知道現在台北市市民 有假日都過來這邊做健行 登山的活動 但是有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覺得說如果不好好做規劃實在很可惜 所以淹沒在三四年前我提出這樣的想法 爭取了五千萬的專案經費回來 地方上做這個水堆的觀景公園 過程中也經過停工 停工的原因是原來的規劃 是大量的鋼鼓、水泥 要來施作這樣的工程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環境不是很好 而且不是我們所要的 經過我們停工再重新做規劃 重新更改設計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木棧道非常好 烏谷水堆觀景公園是非常不錯的一個環境 那各位可以來看看我們大家很用心的這些作品 在這邊來邀請各位禮民 各位鄉親大家來參觀我們這個 新北市非常用心的五股觀景公園 臨文很順康 listeners,我是一位 今天下午後 我們來談及我們 囉 鄉親大家 其實影片 我們高興的 來傳統 一位 從那裡 所有 OFFICI 公園